是 是 是 用点心啊 竹子 会不会世叔姑娘 她根本就没在这儿镇上休息 连夜就赶过了 不可能 她你还不了解吗 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 这倒是 不过竹子 她是不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就不敢住在这些酒楼 客栈什么的 不敢住在这些酒楼 不敢住在这些酒楼 客栈什么的 那倒是有可能 佐图 这行走江湖 有什么钱生钱的办法没有 在江湖行走 这钱生钱有四个办法 一投二讲 三做工 剩下的就是赌破 行了 我知道她在哪儿了 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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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开呀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 你忘了 上次在山西的时候 你带我来过这种地方 我说过你 我有经验了 那我今天 就让你大开眼界一下 赶紧离手 压小 小 小 快开啊 小 小 干嘛呀 来 压 爹 爹 你不能再堵了 这前世给娘买药的 干什么你 爹 把一次给我 撕开吧你 爹 我求你了 你快回去吧 娘还等着我们呢 滚 滚 爹 回去吧 我们 爹 给我滚 滚 熊南 爹 赌钱输赢不要紧 你还是拿着这个钱 救人一律 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 我赌不赌钱 干你屁事 爹 我们回去吧 爹 滚 来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抱他 咋子 来 来 救他 来来来 来来 早说不玩了 天啊 老大 我就说吧 你的运气不好啊 我就说我刚才堵的时候 我眼皮子一直在跳 原来是你这个媒心来了 我说老大 这堵桌上的 赢才是最重要 你哪能怪这怪那呢 你要是有本事 就赢一把给我看看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呢 我肯定离手了啊 快 晓 晓 你大了吧 别一直晓了 你老大还是我老大 你是老大 晓 来来来 大家都瞎了啊 我告诉你 要不你就在这儿 规格矩矩地 闭上你的嘴 要不 你赶紧给我滚 别在这儿 给我丢人现眼 老三 还压不压 压压压 等等等等 压压压压压 压你的钱呢 不是 你没钱 你还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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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就走人 快走 没钱就赶紧走 别人同位人 回去 快走 我回去 我天 我拿我闺女联香 压五十两 行不行 干 你居然拿你的七生女儿 做赌卒 你这个做爹得也太狠心了吧 你都算什么东西 还光我吗 大赛 让主子再玩会儿 我算是明白 这是个臊不兴 大爷我没空陪你玩 别挡爷子大 贾老板 五十两 五十两 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 你看 不光我把你当灾星 还有别人把你当灾星 现在把我当灾星 如果一会儿就让我当救星 我当灾星 愿赌扶苏 爹 来 好 既然如此 大还是小 小 买定的那些手啊 二二三 你啥什么闺女 老子通杀 行吗 这闪子一定有问题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是火眼金睛 你一翻他肉眼 当然咱们走 快 我们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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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老板 咱们可都不是外人 贾老板 你 你放了我 放了我闺女 一个月 一个月我肯定把钱还你 翻倍 翻倍 贺三 愿赌服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的女儿留下来 什么时候你有钱了 再来赎你的女儿 把她拖出去 贾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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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贾老板 你 就饶了我这一回吧 我这是开赌场的 不是开神堂的 滚 贾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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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起码 贾老板 有何指教啊 这位公子 贾老板 贾老板 你每次都摇出豹子 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赌场赌的是手气 也是 手气好的时候 一连开几手豹子是有的 手气不好的时候 对啊 连续输了十几二十手 也是很正常的 风水轮流转输赢无定数 对不对啊 没错 对 谁有道 好 说得有道理 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我这开赌场的 还不敢跟人赌吗 好啊 就这么定了 假如你赢了 我给你一百两 如果你输了 你给我五十两 还有这个小妹妹 她是另外的五十两 怎么样 这可不公平 这有什么不公平的 不都是一百两吗 她现在是我的人 身价自然也就水涨成高了 她现在 只一百两 你也太会坐地起家了 莲香姑娘明明是以 五十两银子输给你 我们做生意的 自然是要赚钱 你赌还是不赌 我赌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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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莲香 莲香 别动 老陆地儿 我的赌注在这儿吗 你的呢 怎么着 怕我没钱啊 有钱你就拿出来 别过来 有钱拿出来啊 拿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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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我点钱呗 没钱 没啥子是吧 没钱 没钱 借钱考虑 不过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啊 读完这一语 就跟我回去 龙小弟 你这是落井下石啊 那我也是跟老大去 好 如此可笑意 我答应你 给我钱 快点 珍怪 这是我的赌注 一百两 一百两 还这么多 等一下 我要先检查一下宰子 检查就检查 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弃 还不错 没有问题 天灵灵 地灵灵 老天祝我这次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 这管用不着 对啊 我压大 你压大 那我只能压小咯 想 我以为要买净离手 等一下 在你打开之前呢 我要先求一求神仙 这能有吗 老天啊 老天 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 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 好了 离开吧 不行 不行 看看 打 他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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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香 老实点 起来 起来 连香 走 这一百两你先拿着 回去给你娘看病 谢谢 还有你 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 小心我宰了你知道吗 多谢这位爷 谢谢 连香多谢这位爷 赶紧走吧 谢谢 走走走 谢谢 看看 你啊 别来了 老大 你这一出英雄就没唱的 这连香 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这回知道了吧 老大我 比你有魅力多了 那是 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 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 老大 咱们回去吧 慢 慢 这 老三 竟然敢用水烟闪过 有两百处 朱老千被他们给发现了 我们只能来硬的了 朱老千 闪死是他给我了 你们找他 来 老大 慢着 朱三弟 我走了 失陪了 这 不怕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我就说嘛 想叫花子敢偷我钱是吧 接我去 大哥 大哥 我求 我求求你了 你就饶了我吧 我这兄弟们都饿得慌 才万般无奈 走出这种勾当 大哥 我错了还不行吗 大哥哥 你就饶了我吧 真的吓到 真的 大爷 您行就跑了 小五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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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 流落在京城附近的灾民 已经好多日子 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对啊 是啊 快饿死了 我也没吃饭 我就没吃了 不是吧 没去人也饿死了 行吧 你们跟我走吧 大哥 你这 还要送我去见关 我呀 请你们吃面去 走 走 吃面去了 小爷 走了 走 吃面去了 谢谢啊 谢谢 慢点慢点 还有呢 慢点吃啊 不着急啊 大哥哥 你真好 可惜我身上没什么钱了 不然的话 我请你们去对面这家酒楼吃饭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五 家里排行老六 叫我小五吧 小六也行 小五 我姓一 你以后叫我一大哥就行 找个找 小五代表兄弟们 多谢一大哥 大家都别客气 从此以后啊 咱们就是兄弟了 快坐快坐 您慢走 您慢走 好吃 这位小爷 在这摆阔呢 请这些叫花子们吃面 你是谁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大哥哥 这个老板姓钱 叫富光 他呀 平时最喜欢摆阔气 怎么样 你戏弄穷人为了 最近啊 城里来了好戏灾民 他就做了肉包的施舍 但是得跪下磕头 叫他生爹 叫我一声 他才能给一个 前几日 他想戏弄我们 被我们给骂回去的 没想到 这不在这儿和您大哥 请我们吃面 他心里啊 自然看着不舒服 这一碗面 能顶几个时辰 上我家酒楼 天天有热包的施舍 小五 你知道规矩 叫你们兄弟 跪下给我磕个头 叫我生爹 前副本 我们这些叫花子 西夏也是有黄金的 我们宁可沿街乞讨 也不可能跟你下跪 哥 叫我们这么多人 跟你做儿子 你也不怕折了瘦 说得好 说得好啊 贫贱不能依偎 我不能屈 我就喜欢你这样子 哥 我和你也是一见如故 以后啊 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今晚来找我 当然了 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 你知道吗 我平时最看不起那种 有几个臭钱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 奸商 你 说谁奸商 谁听着耳朵刺耳 谁就是奸商啊 我说你了吗 听着刺耳吗 那你就是奸商呗 大家看啊 他就是不打自招了 你 你从哪个鸡脚杆篮里 钻出来的 奸商 赶到太脆 捅着动土 你看他那样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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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找到你了 你 你这个小弟大人 怎么又找来了 你在这请全城的 叫花子吃面 一下就传开了 我听到就过来了 你来也没用 你又不是叫花子 我不会请你了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 你惹了祸 我帮你摆平了 你现在过河就拆桥了 面都不请我吃一碗 没钱啊 没钱怎么请你啊 那我请你吃面总行了吧 行 不过你得到对面的酒楼请我 没问题 当然你不光请我 你得把我这些兄弟都带上 没问题 这么点儿啊还能吃穷 行 兄弟们 他请咱们吃饭了 走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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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演经是不是瞎了 我小弟这身打扮 像是那种吃了饭不给钱的人吗 这可不好说 我们这酒楼开了那么多年 见的人也多了 这装模作样过来骗吃骗喝的 可不是没有 钱老板 你看够不够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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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来 上菜 好嘞 好嘞 小二 来 我们这桌 我们这桌 小老板 听说你长期施舍肉包子给穷人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让他们跪下喊你一声爹 我是生意人 又不是这些穷人的爹娘 我每天给他们包子吃 救他们的性命 难道不是他们的再生爹娘 龙小爹 这种人别跟他讲道理 直接比谁钱多最有效 老大说得对 小老板 那我就跟你比一比谁的钱多 要是你的钱没我多 不管你以后行不行善 若是要行善 就不能提任何条件 也不能以欺负穷人为乐 我不止这一家酒楼 这城里所有的酒楼 还有珠宝行 都是我们前家的产业 楼图 秦老板 你说京城的珠宝店 都是你们家开的 拿着帽子上的珠子 你可认得吗 南海叶明珠 只有紫禁城里才有 难不成你们是宫里的 秦老板 你还跟我比钱多吗 小人不改 秦老板 一个人可以有勤有势 却不能无良无德 更不能无法无天 对 就算你有万贯的家财 也可能在一息之间 化为乌有 是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小人日猴日日行善 再不敢欺负穷人了 好 替我老大好好照顾这帮兄弟们 下去吧 是是是 谢谢你啊 陆小弟 谢谢你啊 陆小弟 没想到一出来 禁遇上这些恼人之事 那现在摆完阔了 等会儿请你的兄弟们 吃完饭 可以跟我回去了吧 不行 我还想再玩几天 不吃 不吃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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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饭 来 大三 来 来 来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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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啊 来 银票给你 记住大哥跟你说的话 让兄弟们拿这些钱 做些生意 自食其力 别在街上流浪了 多谢易大哥 小五一定不会辜负 易大哥的期望的 我相信你 老大 你现在还想去哪儿啊 能不能带上我 我想再学习一点江湖经验 江湖经验啊 行啊 那我现在就教你一些 真正的江湖经验 小五 走 让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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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小弟 谢谢你的宴请啊 下面呢 让你见识一下 我兄弟的莲花阵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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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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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 走啊 走开 走走 对不住了啊 兄弟 刚才啊 易大哥悄悄烧话给我说 一定要让我帮他逃走 免得呀 你们追他回家 让他去陪伴一个 全天下他最讨厌的朋友 对不住了啊 兄弟 清后 让开 竹子 咱们还是回府吧 厉害 好厉害啊 好厉害 手 好厉害啊 唐画 太唐画了 这个好玩 这怎么弄的呀 啊 在这儿画的 我看 唐画 这是唐画啊 谢谢啊 好厉害啊 哎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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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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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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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咱们就这样 远远地跟着她了 这也不是个办法 随她们 在宫里憋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出宫一趟 不然个尽兴啊 她是不会回去的 字画 买字画喽 山水沿路 找一找你喜欢的 老板 这个我买了 这个像我 这个像龙小弟 不对 我眼睛没这么小 再给你捏大点 捏大点就像龙小弟了 真的假的 我有这么冲吗 你是人是鬼啊你 你怎么老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啊 你是人我就是人 你是鬼我就是鬼 你忘了 咱们俩结拜的时候可是说好了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你怎么来了 朱哥哥 你怎么来了 诸位哥哥 今天可是青龙大会 对 请请请去 全城最美貌的女人都在呢 有眼光 真的 真的小哥 进去玩玩吧 今天全城最美貌的女人都来了 不是不是 你不进去多可惜啊 来都来了 不用 不用 好看的好玩的 包你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你催我这老脸 好 来吧 来吧 来 进去吧 走走走走 大家把酒都满上 都满上 喝呀 快喝呀 真好喝 来来来 小江湖 我上去了 来 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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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呀 我们万花楼的姑娘 那是最拔家的 我跟你说 待会儿 你一定要好好地听话 别总是一副铺子 你知道吗 那是蓝香吗 客官你 蓝香 恩公救我 怎么回事 恩公 我爹把你给的钱又输光了 然后一百两把我卖到了新花楼 喂 怎么 你们认识啊 能不能把他放了 你说什么 放了他 你是不是开玩笑啊 他是我花了一百两银子 买回来 代表我们姓花楼 来万花楼选花魁的 我要放了他 谁来代表我们姓花楼 扬兵赚钱呢 那你要多少钱 才能把他放了 怎么 你们两个是老相好啊 不对呀 这蓝香还是一个厨 怎么可能和你是老相好呢 说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 我就问你了 多少钱你才能放了他 口气不小嘛 你真想赎他呀 开架吧 行 你要是真想赎他 给我五百两 就够了 五百两 怎么 没钱是吧 没钱呢 就少办英雄就美 你这种人老娘我见多了 让开让开 别妨碍我们选花魁 我告诉你啊 我们莲香呢 是又年轻又漂亮 一旦选上了花魁呀 这身价一定倍增 到时候你想赎他的花 那至少一千两了 走 等一下 怎么了 没钱赎人 能不能换人 换人 什么意思啊 用我换他 我 我这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啊 我差点走了眼了我 没想到 你也是个楚啊 还是一个比莲香更美貌的楚 好 你要换他是吧 我答应你 你 你是女的 姐姐你还是走吧 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别说话 莲香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我们走吧 你这个人啊 太神秘了 我可得小心一点 这万一你中途要是跑了怎么办呢 我可以放他 不过啊 是在你帮我选了花魁之后 我再放了他 好 一言为定 走吧 换妆去 看好他啊 走 姐姐姐姐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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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姐 刚刚一婚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 也没什么别的路了 肯定是进这半花炉了 主子 今天晚上奴才要带你去这种地方 那老祖宗知道了 非打奴才也顿不可 此事你不说我不说 老祖宗怎么会知道呢 可是 行了别啰嗦了 进去了 是 守着点啊 别动了 都在这儿好好等着 走 好 丫头啊丫头 你真的是仙女下凡呢 这比去年的花魁啊 还美上一倍呢 我跟你说 待会儿一定要给妈妈掌理 一定要把十二花楼的花魁 给我拿下来 但是妈妈 我能不能先把脑袋上 这花给摘了 这花太多了 我带着男人瘦 不行 那个 桓姑娘 只有这身衣服啊 跟这个头饰啊 才最配你嘛 走走走走 其他候选用都到了 就差你了快点 到你了 就差你了 太沉了你等我 快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看那些所谓 那些顾客 也是让人容易 有吃 reconoc pel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